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片酬第二男演员 身高192厘米 代表作蝙蝠侠 范迪塞尔 美国片酬第三男演员 身高182厘米 代表作速度与激情 而日本片酬最高的男星 全是身材纤细 容貌秀美 我们看不到一个猛男 福山雅治 木村拓栽 戒亚人排名前三 福山雅治这还是日本年龄偏大的 只是容貌清秀 至少明显是男人 新生代的男演员 普遍都是花样美男 呈现中性特征 如山崎贤人 再到现在的韩国男演员 清一色的如花似玉 金秀贤在韩国就已经算是有阳刚之气的了 到现在韩国最热的张根硕等演员 就已经不变雌雄了 在日韩的电影圈 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人 这在全球的电影圈都是罕见的 即使在印度 最高人气男演员阿米尔汉 也是走得美国风格的壮汉 代表做摔跤板爸爸 翻遍日韩的演员和所有电影 几乎找不到一个真男人 身材高大威猛的男演员 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容貌越清秀越中性化 越被人青睐 这基本上就给人一个感觉 美国的男人在忙着拯救世界 日韩男人都在美国男人的庇护下谈恋爱 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说 别猜了 日韩早已经被我阉割了 女性文化过重就会丧失血性 整个民族失去斗志 日本韩国就是典型代表 男男女女沉迷其中 欧巴少女卡哇伊大行其道 被美国骑在头上 但人民习以为常 也没心思反抗 就如同日本人说 不做美国的附庸 难道做中国的附庸 这种思维已经成为日本的惯性 就是日本只会考虑 我到底是做谁的狗 日本不会考虑 我究竟是不是狗 其实日本还可以是猪吗 世界羊炮文化繁荣地竟然全在东亚一带 日本 韩国 包括中国 台湾省以及泰国 日韩沦落至此 美国人是始作俑者 二战后 美国接管日本 一方面为了彻底扼杀军国主义思想 让日本远离苏联而亲近美国人 而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便于管理 让日本死心塌地 做美国的狗 为此 乔治凯南建议对日本进行文化和教育上的改造 不战而去人之兵 最主要的就是阉割日本社会的雄性气质 如果整个国家全是女人和太监 还不好管 首先 至少八十万把日本刀被收缴 剑刀文化被剑制 日本的其他武器也几乎悉数被收缴 日本警察一度是拿木棍来执行 其次 再把美国民主自由口号灌输下去 建设和平国家的口号喊起来 再让日本人接受白人至上的理念 英文作为重点全面进入日语教育 两三年就摧毁了日本的精神脊梁 日本女人任凭美国军官挑选 日本政府还为美军建立未安副基地 女人服侍美国大兵 男人门口站岗 在心理上行承认之后 老百姓争着抢着给新天皇迈克阿瑟进行礼物 日本男子抢着要做美军的车夫 美国人还要挑 最后 再通过媒体控制舆论和文化形态 拥有日本第一发行量的独卖新闻 日本电视台的郑利松太郎 就是美国拥立的愿意合作的傀儡 二战时期假急战犯 发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闻总经理续芳竹虎 同样是假急战犯 主编乔杨一典型的秦美走狗 连日本人都怀疑他是CIA特工 美国不但赦免得他们的罪行 还给他们重金 操控他们用娱乐新闻给老百姓洗脑 通过舆论宣传 全部削弱日本雄性气质 减少日本进攻性 革命性 渐渐让日本民众前因默化 对美国文化心生亲近 减少对美国的抗拒 教育洗脑日本人 精神阉割日本人 对于日本人来说 自然美国说什么是什么 马首是瞻 天天在家写建设和平国家的书法 反抗 想都不敢想 日本听话的好处是 美国给日本的国际贸易一路绿灯 日本靠着美国逐渐发展起了 可日本人马上忘记了身份 嚣张气焰又出来了 放言 卖掉东京 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白宫一听 这还得了 看来严格的不够 得把这种妄图扩创的男性雄风 扼杀再扼杀 把雄性气质彻底转为柔性气质 可以让日本人更加温顺听话 方法就是发展娱乐产业 东亚男人娘化的帮凶 杰尼斯·喜多川开始登上舞台 这个日裔美国人 做过美军的翻译 典型的带路党 一个活生生的性侵 电童变态狂 却被美国包装成了 日本偶像之父 娱乐教父 这个变态的杰尼斯事务所 影响了日本几代人的审美和娱乐取向 1962年 喜多川从自己的棒球队中 选出四名少年 组成男性组合初代杰尼斯 之后依然推出数十个男子偶像组合 这个过程中 不知道多少少男被他玷污过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木村拓哉 日本偶像界神话 也是杰尼斯造性的巅峰 1995年 木村拓哉拍摄的口红广告 柔美性感的形象 瞬间在日本女性群体中爆炸 两个月时间 口红狂卖三百万只 日本在1970年 电视普及率就接近95% 到90年代 因为经济发展较好 日本人生活富足 大批人开始追求娱乐享受 媒体和娱乐公司 便大规模宣传 这种人畜无害的漂亮男孩文化 之后的几十年里 美国的西方文化的灌输 和娱乐的大肆发展 日本新文化 在日本急速传播 色情文化爆发 各类动漫小说 也开始取材于男扮女装 题材上也出现了三观不正 性别模糊 审美畸形的作品 再加上新兴的少女文化 二四元文化 日本男男女女的注意力 都被转移到这上面 沉迷于娱乐的人越来越多 追偶像追卡巴伊少女 年轻人都成了宅女宅男 为了模仿可爱的动漫少女 年轻男性越来越女性化 许多男性开始穿女装打扮 和女人一样爱美 做指甲护理 涂指甲油 坐着小便 穿男士胸罩 化妆 戴耳环 穿高跟鞋 这种文化在日本已经极为常见 这一类男性叫做伟娘 甚至在中国 你都可以在大街上见到很多 这种男性文化的消退 让日本招兵 都只能用美少女偶像团体 帮忙吸引 中国青年参军 是为了保家卫国 日本青年参军是为了玩个二次元 就算勉强招进来的人 也没有男性的担当和责任 日本自卫队毫无疑问 是世界上最贪生怕死的代表 福岛地震 没有一个飞行员敢去侦查 一到救援就请假 最后日本政府没办法 只能让黑社会 强迫欠高利贷的市民去救灾 当年干美国的神风赶死队 血腥荡然无存 武士道彻底都没了 就剩鞠躬和卡哇伊了 这样的民族 除了做狗再无追求 美国人彻底放心了 在90年代 日本电影中还能看到高层见 现在这样的男人绝对找不到了 只能看到伟娘 东京都知是自己都哀叹 如今的日本就是一条被淹掉的狗 对谁都无害 美国阉割日本 成效最好的证明 就是日本辅导事故 整个日本没有一个男人 愿意出头救灾 几千万日本男人躲得远远的 以自卫队为首 狗狐凭什么让我去死 胆想怕事还有了理 最后日本政府没有办法 只能通过黑社会 找了50个潜高利贷 无路可走的人 违逼利诱让他们去救灾 号称辅导50勇士 日本走到这一步 美国彻底放心了 日本 这个东亚最典型的男权社会 年化并没有引起注意 这多亏了日本的媒体舆论控制 它不但可以扭曲日本文化 还可以达到政治目的 整个日本没有一个人质疑 而政府对这些文化现象 也是不管不顾 任其发展 他倒是想管一管 美国人估计也不答应 谁让他都是美国说了算呢 在日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后 美国准备推广到韩国 可是韩国几乎没让美国操心 已经自己下手了 自攻了 韩国的推广非常顺利 因为日本还有暴徒文化 韩国啥文化都没有 二之后 美国帮助韩国建立起来的政府 本来就是日治时期的傀儡政府 只是换了个牌子 敢反抗的韩国人 都被日本人杀光了 能对日本顺从 就能对美国顺从 美国人很放心 日本阉割雄性 偶像产业只能算一般般 没有在娘炮偶像这条路上干到底 这种阴柔审美和动漫 二次元少女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宅男宅女的模式 不过 这已经足够消灭日本人的勇气和斗志 真正把娘炮文化发扬光大的 还得是韩国 毕竟是把文化当强国战略的地方 再加上韩式玉绒术的加成 发展产业再好不过了 韩国开创了边唱边跳的舞台偶像模式 男人们在台上脉力扭动屁股 台下少女们不停的欢呼 韩国的男性偶像们戴尔环 涂唇蜜 画眼影 打粉底 留着五颜六色 绚烂缤纷的发色 韩国三大娱乐公司SMGYPYG 在1995年到1997年先后成立 在模式上借鉴日本喜多川的杰尼斯事务所生产方式 一种标准工业化造型模式 随着韩国影视 歌曲 整容医美行业 飞速崛起 男团女团迅速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 韩流文化也在中国转得满满当当 这种审美文化不仅输出到了台湾香港 连拉美东南亚都没能幸免 看看这些韩国偶爸 我不说你知道这是男人吗 除了男团 韩国女团也是不堪入目 穿着暴露 搔手弄姿 又抖腿又扭屁股 简直是低俗 放在咱们国家 不被警察输出教育 都要被大一大半骂死 但是没办法啊 谁让韩国男人们喜欢呢 女团还能跑到军营慰问 底下的士兵一个个垂弦三尺 韩国的女性在追阴柔的男团 国家年轻人都在追寻这些文化 韩国就靠这些人保家为国 韩国政府眼里只有钱 不但不控制 还把男团女团当成国家级产业来做 文在寅更是多次接见 还颁发勋章 没想到这股外风也吹到了中国 韩国是借鉴日本在加工 结果中国资本是完全照搬韩国日本 搞大融合 又过之而无不及 90年代 韩流趁机席卷亚洲冲进中国 1993年 中国第一次引进韩剧 为了输出韩国文化 韩国免费让中国播出韩国电视剧 不收取版权费 90后是在韩流中长大的 00后更是疯狂追星 韩流背后财富密码 被中国更多娱乐资本看重 开始如法炮制 照搬韩国模式 早期的选秀节目还算正常 接着就越来越离谱 最近几年 娱乐文化大行其道 资本纷纷入场 这些娘炮节目 坦而皇之地登上电视等主流媒体 一群韩国的选秀模式 直接照抄了过来 一年不够年年半 选出来的真的是青春偶像吗 非也 典型代表就是唱 跳 rap 篮球的NBA代言人 看看 这是健康的形象吗 如果单说形象 如果单说形象 可能会一貌取人 那再配上一句 你讨厌了 不知道各位做何感想 然而 你想不到的是 这就是中国NBA形象大使 篮球这么钢铁的运动 选大使 选的起码是能代表这项运动的人 而不是选一个 就问美国 如果选自己的体育代言人 会不会这样选 那为什么在中国这样选 娘炮之风始于选秀 这背后少不了资本和拜金主义 这就是畸形审美 带来的社会问题 青少年从追逐美貌 到追逐名利金钱 再混进军娱乐圈 没有实力 没有演技 再跑去祸害影视圈 音乐圈 生产不出优秀的产品 一来一去 污染了几个行业 还带坏了社会风气 日韩可以娘炮吗 可以 因为日韩本来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因为日韩根本不追逐星辰大海 可是我们呢 更为担心的 偶像文化带起了混乱的饭圈文化 一群脑散粉丝 不分理智 任何人胆敢发出 对他们偶像娘炮的批评 就会被有组织的围攻 网络上谩骂 造谣 人肉搜索 曝光隐私 甚至于人身威胁 看看和邪教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出 警察失去的指示生命 哥哥失去的可是出道的机会 这样大逆不道的发言 说男听爹 难道指望这群撒娇阴柔的男人 去保家卫国吗 这种娘炮文化带来了什么 身材高大 体型健硕 女人不喜欢吗 不 没有不喜欢的 所以好莱坞的英雄片 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 每次都是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这种猛男是美国人 就没问题 放在中国人身上 就接受不了 美国的英雄片 大家看着很自然 但中国的英雄片 就会很别扭 娘炮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 这就是吴京说的 他美国人 一个人打一个师 你觉得没问题 我中国人 一个人打十几个外国雇佣兵 就不行 贱不贱啊 真的太贱了 这就是娘炮文化的后遗症 中国不能有英雄 有了英雄 大家都别扭 曾经一段时间 娘炮文化渗透到各个角落 外形白净 身体柔弱 就是娘吗 这当然不是娘 那你告诉我 手指刮破了 十几个助理前呼后拥去医院 哎呀好疼呀 流了好多血呀 好可怕 这不是娘是什么 这种娘炮选秀节目 在比赛里 没有人把时间放在表演训练上面 而是放在了 如何将自己装扮得更招摇 更女性一点 吸引女粉丝的注意 当作成名的阶梯 来看看这个圈子有多怪吧 牛头粉面A41 角柔造作兰花纸 口红耳钉长睫毛 你长得越好看 越娘 越柔弱 反而越有市场 甚至有女生愿意出来保护你 一口一个宝宝的叫着 我想他们可能对亲生父母 都没这么上心 一想到这些画面 除了头皮一麻 就是恶心 阳刚之气 还能找回来吗 从喜欢嫩 到喜欢美 再到喜欢娘 这种病态审美和娘炮文化泛滥 不是一天养成的 它是颜值消费 眼球经济 三观跑篇 娱乐之上 共同导致的孽国 更少不了文娱圈子的资本浮动 和浮躁风气 推过助澜 陈珍把东亚病夫提走了 娘炮们又重新带回来了 之前没有男演员可以演贾宝玉 现在好了 不光贾宝玉 林黛玉都可以演 导演们再也不用愁了 好在中国不是美国宰国的日本 也不是那个为了搞发展 什么垃圾文化产业都做的韩国 国家早就看到了这一切 其实日韩娘炮文化盛行很正常 日本50年代开始伺候美国人 全国匍匐在美国脚下 啥事干不出来 韩国历史上找英雄 提着灯笼都找不到 想塑造猛男先天不足 但是一个历史上涌现过的英雄 如漫天繁星的民族 也能让娘炮文化盛行起来 就只能说是耻辱了 2016年 广电总局果断出手 对韩国艺人在华演艺活动进行限制 2018年开学第一课 四个娘炮小心肉出现在电视中 惨遭声讨 随后央视等主流媒体节目组 再也看不到这些花样美男 看来我们大中国 还有人是清醒的理智的 2018年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男教师的比例 分别为31.25% 43.22% 即46.11% 较20年前 累计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 尤其是一线发达城市 男教师比例下降更多 大学的示范班里 能有一个男生都谢天谢地呢 各位再想想 你在幼儿园里见过几个男老师 2019年广电出台新规 男艺人上节目不可戴耳钉 人民日报 也以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为题 发布了评论 新华网随后以娘炮之风当休矣 发出倡议 2021年1月 教育部正式打付了政协委员 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 就男性女性化的社会现象 进行纠正和干预 脑残粉要知道 不要拿所谓的自由和男女平等 来足道德压制 我们并不是批判漂亮就是原罪 更不是歧视女性和弱者 而是在反思 中国男人的血性和男子气概去了哪里 容美可以有市场 但绝不能成为一种主流导向 否则这个民族绝不会有希望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的文化占目标只是日本而已 他们恨不得韩国 中国 整个东亚都进入他们的圈套 尤其是中国 我们不妨看看 日本的爹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 一个以掠夺抢劫为文化的国家 肯定是无比需要雄性激素 娘炮都是践踏日本 祸害韩国 恶心中国的手段罢了 在美国不存在的 对自己炮制的娘炮文化 好不感冒 当中日韩三国的男明星 在大面积的女星华时 美国荧幕上还是美国队长 钢铁侠 蜘蛛侠 超级英雄们不是在拯救地球 就是拯救人类 身形高大 腹肌健硕 小麦肤色 利落短发 一个个男性荷尔蒙爆棚 再看看亚洲 情情爱爱都是小心肉 打仗拯救世界 不可能的 我们要永远记住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接令 清楚地写着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 做好传播工作 包括电影 书籍 电视 无线电波 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 衣食住行 娱乐和教育的方式 就是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 曾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 引开来 让他们的头脑 集中于体育表演 色情书籍 享乐 游戏 犯罪性的电影 以及宗教迷信 我们绝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 这种文化大行其道 成为媒体电视疯狂推广 青少年屈之若鹜的追求 是畸形病态的 沉迷在这种娱乐里 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 娘炮误国真的不是夸张 娘不是问题 柔美也不是 甚至是你的权利 我们不是在划分男女 所说的娘 世并不是单一行娘 而是新娘 但在这些脑残粉丝眼中 男子气概雄性气质 成了粗俗野蛮的代名词 批断娘炮文化 成了歧视女性和弱者 完全的颠倒是非黑白 男性气概是一种血性 是一种勇敢 是一种担当责任 是一种自强不惜精神 娘炮文化 影响了日本四代人 韩国三代人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 东亚男人血性的磨面上面 在一些公之眼里 吴京的战狼精神 成了精神病 大家想想为什么 公之们就希望中国 永远不要有吴京这样的演员 全出娘炮 很显然 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 和腐朽落寞的思想 已经把这些人洗脑了 如果我们的社会 变成日本韩国那样 那将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 这不是威严耸听 东晋和南朝士族们 薰衣 剃面 腹粉 失诛 到了喉景之乱的时候 一个个细皮嫩肉 连马轿都能被吓一跳 王国如催枯拉朽一般 所以我们一定要庆行警惕 娘炮文化带来的深远后果 比炮弹更可怕 炮弹毁掉的只是一块地方 娘炮文化影响的是一代人 一个民族 2017战狼2横空出世 票房高达56亿美元 吴京给中国的电影导演们 打了一个样 但是对很多电影导演来说 娘炮是一种情怀 有钱正也不拍英雄片 他们就爱拍娘炮武装剧 还有一个月左右 长津湖就要上映了 这样的电影 才是中国的导演和文娱界 该干的事情 这是我们真正的英雄 而不是杜撰的蜘蛛侠 伴随这些大片的不断出现 我们相信 那个英雄主义成为主导的时代 又要回来了 阳刚之气终将回归主流 让娘炮有多远死多远吧